各位先进 各位老板 大家好 我们是洪江经理的 这个UROR Vision 我先跟各位解释一下 这个UROR Vision 跟UROR是什么东西 我们是叫做UROR Vision 就是你的视觉的意思 也就是说各位如果在 任何有关这个视觉的方面的问题 不管是2D或是3D或是深度学习 其实各位都可以找我们来协助 跟做这个评估 那今天很荣幸来跟大家分享 这个3D视觉的取范 那我们在进入到3D视觉之前 其实有一个议题 我们可以先稍微了解一下 那我们平常 其实我们在观看的世界 其实都是3D 可是在早期的应用最多最多 大部分都是2D的视觉 那从2D跨到3D视觉 虽然其实差了1D 可是它的变化其实是千变皇后 而且是非常非常的无限 那3D它的演变是怎么来的 通常都是因为我的2D 加上了一个深度的讯息 变成有3D 可是3D之后 它得到的这个点源图 后面 代表的都是一个非常繁琐的应用 也就是说 包括我从上下料到视觉的定位领导 做猜战 甚至我要做抓寻 它后面的软体 其实全部都是另外一套软体 它没有办法说 我把空间上下料拿来当做视觉 所以这个也就是为什么 大家一开始用2D去做 做了做了做了 然后遇到领导的 在想说我要用3D 可是为什么3D真正去开发的人 会这么少 因为它每一个应用实际上 它对应的就是一套专业的软体 所以在做3D的时候 并不是我们想象中 我做 其实我都看得到 我应该要如何抓得到 可是实际上 我真正要去执行的时候 是有蛮困难的 所以3D视觉的应用 我们从这个 3D视觉的应用 我们从工件的上下料 到我物流页的这个拆占 或者是我们的快逸公包 这种或捕抓取 以及我要说涂胶 然后定位倒角 这个方向要开Poco 或者是你要混合的 规战拆战 以及这个缺陷检测 或精度量测 其实它的应用非常非常多远 而且它跟你的硬体 会息息相关 硬体的精度实际上 也会跟着你不同的应用 来做一个搭配 好 那为什么我们提到说 这个智能机器人 其实就是所谓的手臂加3D相机 这一块 我们真正在 成案 为什么会这么困难 第一个 因为它跨领域 它跨来哪些领域 第一个它有光学 有电子讯号处理 然后我们有3D神像 影像处理 深入学习 运动规划跟集合分析 那这些每一个 其实它都是一门专业 要将这些专业全部都串联起来 实际上你会造成你的成长很高 也就是说我带一个企业 我真正要去找到这些人才 来开发我的3D神像 实际上你会发现说 这些成本怎么会这么重 这个40万不是北币 这个40万是人民币 那这些东西实际上 随着我们的这个工资 其实一直往上在走 当你越走越高的时候 其实它的成本只会越来越高 所以我要去找到这些人 来帮我开发 其实背后还要有一个 庞大的事情去支撑 你如果没有这些市场去支撑 如果你都是一个案子两个案子 那实际上你很难把 养成我们这些专业的人才 去针对我们3D视觉 在遇到自动化的时候 所遇到的问题 能够真正专业去解决 那再来就是 我们其实从武到有 实际上没有这么快能够真正的落地 因为它牵扯到的领域太多了 需要很多人的协同帮忙 才有办法将一个专案 真正从武到有开发出来 那实际上如果要养这么多的 它的资金其实是非常非常庞大的 那等一下我们会就是大概稍微介绍一下 就是美卡曼德这一套产品 他们其实所投入的这个资源相当相当的庞大 那其实3D的视觉很多嘛 那我今天就先就物流行业跟金属行业 这两个行业来作为一个说明和报告 那我们在物流行业啊 其实最常见的就是 我有视觉的这个拆战 那有这种就是不同指向 你要去做对战的话 这个也可以 或者是我们在物流行业 尤其就是我们在挑这个包裹的时候 这个包裹实际上它是任意形状 它没有软的有硬的没有圆的 那这个包裹种类因为太多了 所以你真正要去做任意的抓据 它其实也不容易 所以这个你知道 这个这两个是类似的 所以这些应用呢 实际上它分散在制造业 电商零售快递 他们全部都需要大量的能力 做这些工作 那你为何要取代他们 大概只能透过3D视觉 加手臂的方式 来引导他们去做这些工作 那我们再看一下 在物流领域的拆战里面呢 目前的问题是什么 第一个 如果我没有视觉的话 我只能够用手臂 那我只能够走物流 可以去做抓换物料 而且这些物料 也就是说假设是指向 那我来料的指向规格 必须要移植 这个移植性要非常的好 所以我只能够做 做完一个抓换工作 那如果我加上 传统的2D视觉 其实可以 有人有曾经用过 传统的2D视觉 我2D视觉一照 我可以看到所有的箱子 都在这边 可是当我拍完照 我可能有加上雷射 我去做测告 就是2D加上一个雷射 可以知道说 我知道我现在位置在哪里 我去抓 可是有一个影响 因为我的工厂有时候 是这个 封封口那边可能会有阳光 斜射下 那一照到我的 纸箱的时候 他可能就是会有到光在那里 这个光就会影响到 我2D视觉的判断 那他判断不准等于我 手臂下去的时候 我的重心就便宜掉了 便宜掉了 便宜掉了 表示他吸错了 吸错他真的要对战 推到他的杖杆上面去的时候 他也吸掉 所以实际上会造了很多的困难 而且你每一层跟每一层中间 假设我第一层有八个死箱 我抓了一个掉之后 我看到还是八个 为什么 因为他看到下面那里 所以他不知道他到底是在哪一层 所以在2D视觉 会遇到很多问题 所以为什么最后 会用到每一卡的3D视觉 第一个 3D视觉 我的物料的来掉位置 的精确度 不用很高 然后我也不用在额外的机构去作弊 所以我来掉的位置呢 他是可以弹性的 你就算是他有稍微偏 就把它讲 我所问 那这个呢3D视觉 可以引导 让我们的机器人 去做更复杂的这个运动 所以我也可以说 比如说假设今天 假设1RT跟我讲说 我今天可能需要一次 我要抓12熊 那我可以针对我的弹性 我去做所谓的 我拍一次 但我可以抓多个物料 可能我可以是抓4个 抓4个 然后我抓3次 抓完我就结束了 我就等下一批这个系统 我想说 这个我这次订单要多少 我再来做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也可以针对 比如说你半站板 你的站板上面可能只有一半 是有纸箱的 那这个也可以 因为这个也需要一些 点算法去支撑 这样我才能够去告诉机器人 我要从高到低 来拆战 然后我再从低到高 去做对战 这些其实是需要一些 点算法去支撑 还有办法 那也可以支援什么 就是回置型 公车型等等 就是不同行动的这个 对战需求 那有些客户说 我可不可以将我的标签 朝向是一致 是可以的 因为有时候我不是在长片 就是在短片 那这个东西是 这个是我们必须要严格 要求我的来料 他不是在长片 就是在短片 这样子我们可以透过 抓到这个箱子的时候 去做赌码 赌码完之后 推到这个站板上面去的时候 我可以统一我的标签 这些都是朝外或朝摩的方向 那这个是在某一个大型的企业 因为他们在出入库的时候 有大量不同品归的职箱 那他有需要单拆单堆 滚拆滚堆 而且他的箱体没有密封 那这个没有密封 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困扰 就是每一个企业他所面临的问题 不一样 那三一视觉呢 他不是只有纯粹说我看到 我看到 可是假设我的甲爪不适合的话 那怎么办 比如说像这个 那上部没有密封 没有密封我吸盘下去 那一定就爆掉了 所以像这个 我就像这种东西 我们都会找专业的甲爪设计 那设计什么呢 就是他从侧边 这个可能看不太清楚 等一下我们会有些影片 才看得比较清楚 他其实可以 从上边跟侧边 主要是吸侧边 然后在上边是做辅助 所以他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甲爪设计 来达到去解决客户贡险所遇到的问题 虽然我3D相机看得到 但是甲爪做不到 其实也是没有帮助 所以他是一个 大家需要 共同思考一个对策 去解决的一个方案 那这个呢 其实是我们用 Deep这台相机 因为企业为了节省成本 就是他其实用一台相机 就是来回这样子 就是这边拆完了 放这边拆 所以他会用一个滑鼓在上面 滑的滑去 那他可以针对 就是不管你是深色的指向 白色的 或者是有贴胶带的 这边其实都可以做这个辨识 那为什么他可以做辨识 其实3D式学 不是说真的只有纯粹3D式学 像这样子的一个应用 他其实要训练非常非常多种AI模型 这个AI模型不是只有纸箱 他可能还有麻袋 纸袋 各种不同形状的箱子 那透过这些AI的超级模型 我们才有办法去把这些箱子 一个一个辨识出来 辨识出来之后 我如果我要去做 拆战堆战 以及要怎么拆怎么堆 我其实才有办法透过 这些东西去做过去的应用 那这个是物流行业的一些这个 这个 这就是我刚刚讲的 他实际上 这个箱子呢 上面是没有密封的 所以他需要透过 侧边跟上面 上面 他透过 他需要透过侧边的这个吸盘去做 主要的 吸的这个吸取点 上面是做辅助 所以 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 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 他才有办法去得到 就是我们想要辨识的一个箱子的位置 那这样子你不用学习 因为我们AI模型不完成 这样你才有办法完成整个作业 那像这个各位看到有马赛斯的这个地方 其实就是相机的地方 那这个3D相机 拍完之后 其实我要告诉他就是 我现在的指向我要几个 那四个三个两个 他都透过这边去做 拆散 所以像这种紧密接合的指向也是没有问题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都是透过AI的方式去做区域 那这个同样也是在物流环境里面 现在企业其实对于这个不同来料的指向 他们希望可以做这个混对的方式 所以当我有不同的箱子进来的时候 他会希望说 他会希望说就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3D辨识 让它知道箱子的尺寸 那我在堆到堆子堆到站的时候呢 我可以由小堆到大 或者由大堆到小 假设今天来料不是我原本预定的这个尺寸 那我可以有一个装机站 我把它放到装机站去 那我先去堆其他的 堆完其他的堆格之后 我看到有合适的空间 我再把它抓进去放出去 那这个是麻袋的这个拆座破包 那这个麻袋呢 主要它的难点会在哪里 因为它全部都是软性的 没有可能是有一些小石头 或者是一些狗粮干粮之类的 那这些麻袋它其实不容易辨识 因为它有存在很多反光的问题 以及它的边缘不容易辨识 我真正要去辨识到它的位置不容易 但是这些其实都在AI的模型里面已经训练了 所以我知道说它的位置在哪里 我才有办法透过手臂 再搭配我合适的假爪设计 去做抓取跟扩包 那再来是在金属加物业 比较常见的第二种应用 就是所谓的无需抓取 那这个无需抓取 早期有很多人都是用2D视觉去辨识 我的物件在哪里 那但是2D视觉呢 主要是因为没有深入资讯 所以当它有请节的时候 我其实很容易 我虽然可以抓到它 但是我不知道它请节的多少度 所以我不知道手臂应该要从哪个角度切入 而且这个切入的时候 它会不会碰到我的料框 我不晓得 那如果碰到料框 那有可能即逸守地 它会停下来 那再来是 呃 传统的视觉 因为你情况率不高 所以你漏判 误判 错判 这个 情形会非常严重 那你的料框 每次来料都要非常的精准 需要去老塞去做精准的定位 这个其实也造成很大的困难 那另外一个就是你的弓箭重的话 那人工比较容易有职业病 所以你的招募上面其实是不困 也就是比较有困难 那 3D视觉因为有深度资讯 所以我可以做 避免这个发生碰撞 我们有 啊 啊 一个模拟软体是可以自动去 避掉 啊 你的这个 碰撞的问题 所以他可以去做这个 自动检测 那他另外有一个所谓 智慧抓取策略 这个智慧抓取策略就是 假设我一个弓箭来了 我可以设不同的抓取点 避免同一个点 我判断到 但是 我就一直抓不到 那我就会尝试第二个点 他可以很弹性的去做这样子的 设定 那 那其他的其实基本上 这些都是演算法写出来的功能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这个是 上面有一些有无无字 所以如果 一般的2D视觉拍的 其实很容易会判错 那3D视觉搭配雷射 他就可以克服这样子的一个现象 那这边就是 用雷射L去做一个 方案 那一样 其实都是通过深度学习去做切割 切割完之后再做 这个取掉 这是一个实际的案例 这个是内心文的抓取上标 这个是刹车盘 所以主要就是 为什么现在汽车行业很多 因为他其实比较重 那重量重的 实际上 你用人去办 会有很多的功能 所以很多汽车行业都会率先倒入 这样子的方案 这是变速箱 变速箱也是 重量比较重的一个成绩 这是取走 就是大方小利 反动者 那为什么选择美卡曼 因为这个行业呢 实际上你需要有大量多利的经验 你才办法将产品研发的更好 他们目前其实已经来到 客户数量1000多家使用 有超过50个国家 全国都在产品研发的31400 那出货量已经超过了3000套以上 那联工人数现在来到700 目前有4家分公司 那有各大及其索利厂来的认证 所以他因为有这样子 行业的经验 他才有办法达到 就是具体的解决方案 那这个是他们有套部 那给各位参考 那是用不同的这个产品线 如果各位有需求的话 可以参考这个 那这个团体他其实是走不公式的 所以非常容易上手 那最后就是他们其实有跟 各个品牌的合作伙伴 有做一些合作 那 那 表示说其实大家对方是蛮兴奋的 那 产品的解决方案也不错 那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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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